小夏早晨 早晨 好 大家好 早晨好 昨天我記得小夏不是很舒服 今天好很多很多 臉色好一點 沒有 血壓 你拼命 你做事有時 不過我們中國人有時 尤其是你們的讀書人 一做開那種intensity 去到盡 主要是人放不開 我下個星期有十天忙到死 為什麼呢? 我明天播會在哪裏播呢? 會在美國檔案館門前和你播的 是 我本來說有些朋友都看過了 看到我五集做好了 準備放出來 上個星期CIA解密了一批檔案 一路解釋到1973年 就是今年五三 1973年 連中國大饑荒那些片全部都有 所以我要帶人幾多天在旅途 一分之中去看哪裏接 它是沒有聲音的 它就是沒有人取代我看的 你要看就說它沒有聲音的 那些鏡頭不知哪些特務拍回來的 你一轉就等於整百個小時的片 很珍貴的 這件事很有價值的 我複製 我一眼看到那個鏡頭我要 那你全部鏡頭都要走過 你找人 人家做不到 人家不知道哪個跟誰的 所以美國的國家制度好 你說這些歷史新聞都是自由來的 不是只是現在自由 以前那些都是自由來的 我可以中央新聞紀錄片找朋友找 中國的 北京都沒有 所以我明天 後天 整天都在檔案館 如果是重要的 我整個星期都要在那裏 是不是主要關於中國的 什麼國都有啊 中國就整百個小時 哦 只是中國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 真的很難得的 一百個啊 一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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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個啊 你說 哎呀 那就整個星期了 如果真的看就整個星期了 是啊 我很快就去快進咯 快進去 停這裏 先抄了這幾秒 抄了這十分鐘 再跟著這樣看 是這樣看的 它有哪一年的 但是呢 就沒有地方 你看 這裡是你認的 北京呢 認到啊 認到 啊 這裡 我認的是廣州來的 那還以為50年代你認不到的啊 所以那些東西很珍貴 但是很難搞的 嗯 很難搞的 你做事拼命 我的旅行拼命 差不多了 我剛剛現在飛到倫敦 今早飛到倫敦 剛才做了一個節目 接著現在第二個節目 我這裡留了三天左右 接著就去澳洲了 不過就經三番市去 行長 行long cut 不是捷徑 是長徑 厲害了 厲害了 沒什麼所謂的 對我來說在飛機上面 跟在平時沒有什麼分別 現在上網 現在飛機上怎麼那麼好 那它呢 就對我很好 United對我很好 永遠都給我最好的待遇 我們跟人們逼在一起 我很不喜歡的 坐完回來 病了一場也有的 不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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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那個待遇 價錢我就比便宜 但是待遇完全不一樣 是啊 我可以到一個 譬如倫敦 早上到倫敦 它有一個特別的地方的 接待你的 你可以在那裡吃早餐 洗澡啊 然後整齊 那些人去開會 那些人呢 那些人就是這樣的 它早上到了 在那裡執政了 接著開完 開完會呢 當天就走了 走啊 是啊 現在就是這樣的人 說現在很多這樣的人 是啊 是啊 我試過 我很討厭那些 就是飛10個小時 整一下就飛回頭 真的很辛苦啊 今天有個題目 我真的很想 為什麼呢 我們香港呢 完全對那個中華民國 那個所謂憲法的制度 所知甚少啊 可能他們大學有讀 但是我們的中學呢 就沒有什麼機會讀過的 完全不行的 不行都不行 但是不斷提提辛亥革命 就說近代中國史了 共產黨一個字都不看的 尤其是我覺得最有假的 我們香港沒有的 我讀過的 你們有讀嗎? 為什麼要讀呢 就是大學不是中學 我中學都沒有讀過了 要讀呢 第一個你要研究 第二個呢 就是共產黨和中華民國 最早的歷史有多少關係的嘛 一直到1946年的憲法呢 共產黨也都參與了很多的嘛 我的中國現代史呢 就是靠看美國之音的那些片子 不是說笑的 真的 我哪有機會讀歷史呢 我在美國讀大學 接著我在香港讀中學 中學沒有教的 中學就不教美國歷史 又不教中國 中國近代史的 那變成我真是後來 為什麼我這麼有興趣看你的那些 差不多重新學過 我做這麼少 如果我是在這多幾年呢 肯定多做了很多的 如果不是有親共的人搗亂 因為那時候我們被親共的人搗亂得太厲害了 那很多都做不下去了 如果不是有親共的那些人在這 控制著美國之音呢 那些片到現在呢 我最少有四倍到五倍的片 那時候解密時刻 我只是一個組而已嘛 我本來打成兩個組 兩個組之後 齊頭並進這樣做 全部被人斬了 沒辦法 做了三十三 真是可惜了 老實說 這些看你的片子就比較輕鬆了 看書很辛苦 看書 是不是 你看書 還有看哪些書呢 你看那些片子 整整一下半個小時 四十五分鐘 這樣就無形中吸收了很多東西 你看我好像什麼都懂的 實際上很多我真的看過那些片子 我可以說啊 我可以說你那個美國之音那些東西 我差不多都看完了 沒什麼說沒什麼看漏 他非常之有幫助 已經沒有了 沒辦法了 現在沒有了 用這麼多錢就沒有了 但是你講回中華民國憲法 講回中華民國歷史 第一個 歷史是研究近代史 避不開它 但是你要講 我們讀書的時候都是要背的 就是你屬於孫中山那一點 他的三民主義是什麼 他的五權憲法是什麼 考試都考過的 但是共產黨教的時候 我們很有意思 一個中國的情況就是這樣 共產黨呢 肯定要教偏的話 它是什麼 但是呢 八十年代的時候 北大的老師呢 共產黨說什麼不對 它就說什麼不對的 哦 八十年代 我就是那時候講你八十年代 那時候真的自由 不是自由啊 有時候不夠 就是它是不自由的 但是呢 整個西範圍 那個範圍呢 我想起那時候 那時候 歷爾寧啊 教我西方經濟史嘛 上來第一句話就說 以前你們聽說的全部都是胡說八道 我看見過那些所謂的那些領袖啊 包括習近平的那些 每個都是這樣 就是反對以前做的事情 是啊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那個時候 有些機會可以接觸一些事情呢? 那些老師剛剛從那些幹校放出來 北大歷史是重災區到什麼地步呢? 1977年重新開始的時候 中國市的教授基本上全部困住了 開不了中國市專業 所以到七、八年才開的 也是主任周一良 都是一些很有名的大牌教授 鄧廣明他們一開課就說 中國歷史是不是階級鬥生歷史? 不是的 小霞 北大那個社會是什麼課? 社會是嗎? 社會是什麼時候開的? 八、零年才開的 社會是 北大社會是不行的 因為北大社會是中國社會學呢 就49年以後共產黨一句就說 我為什麼要走來讀社會學? 我好奇啊 因為中國沒有嘛 共產黨上來一句說 第一個是社會學 偽科學 資產階級就不要 第二個呢 我爸爸媽媽是心理學家來的 心理學1962年 江青一句話 真是江青講的 什麼叫心理學? 偽科學 全國的心理學是全部不准開的 就是這樣了 所以我爸爸媽媽當時就沒有了工作 就是要發他教外文的嘛 江青是真的應該看心理學醫生的 這個人 很病 病得很緊要 這個人 這些就是共產黨的領導 七七八八是病人的 所以斯泰林也好 毛澤東也好 子女的讀書 讀什麼讀 文學什麼都不要讀 全部跟我讀歷史嘛 歷史是治國之術嘛 也是因為這樣 歷史就叫做共產黨的重災區 重災區 重災區 那時候人們就報一些社論 那些什麼 整個都是按住歷史系的教授寫的嘛 那他被人按住 他們又受了很多迫害 死了多少人 就是後來 我有個老師很有名的 中西交通史專家 張廣達 張先生那時候就 七年他研究俄國史的 俄文很厲害的 被人打的右派 誰知他的俄文 英文什麼都很厲害呢 就說 本來要扔他去勞動的 我們小資料員 被他扔了去資料室 去整理資料 他沒事了 他那些語言 天才學了七種語言 他別的地方沒有扔 俄國史也沒有出資料 很多古代 唐僧水經那些什麼東西 有那些中西交通史 他就變成了中西交通史專家 說那些土火羅文 你都沒聽過那些 他全部都會看的 很厲害的 就是出了這樣的人 但是呢 所以就因為受了那麼多壓迫 就這個文革之後 歷史是那些老師很造反的 就是上來講 共產黨講什麼就不是什麼的 我們受益很多 我真的受益很多 說回頭 我跟社科院那些人熟 社科院那些是我的親戚 整個系都是我的親戚 姓潘的 他們整個系都是 就是潘江淡的那些女兒 幾個女兒 他們主持了 是 社科院也是重災區 不過就從學生角度講 所以你今天講回中華民國憲法 我就是考證考試 你要考回我的好性 不好意思 不過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老實講很難得 我現在搞香港議會 我知道有多痛苦 有多辛苦一件事 可以推到幾個選舉行得通 根本在台灣你都在實行 很不容易的 真的很不容易的 我現在做一些事情 搞個投票一件事 搞到我 當然我們有受壓迫 受共產黨有個安法壓迫 但是真的不容易的 你要這麼多人跟你從來做一件事 民主的事情 尤其是中國人 中國人是很麻煩的 中國人每個都要自己都很厲害的 用不了人了 那就算什麼了 你想到每個都有支槍的時候 不聽你講的時候 美國就是每個都有支槍 所以現在為什麼用了這麼多年時間 用了十多年時間 獨立之後才 真的一路開會 立憲會議都怎樣開 有一本書 如果有興趣去研究那些人 我就是叫做美國當時留憲的後一本 很後的 叫做The Debate 我看得很開心的 就是叫做辯論 中國有翻譯的 中國竟然翻譯出版了 就是每一條 每個人什麼時候到會 真是全部議會的記錄 哦 minutes minutes 他不是 minutes 他現在是James Madison 就是美國憲法之父 他來整理的 很多有他自己的評論的 什麼時候進來 大家怎麼想 這麼快 很好看的 如果你有興趣去研究憲法的話 就看一下 有了這一條 為什麼那條又不行 為什麼哪個人又不行 哪個州有什麼考慮 所以憲法整個立憲過程呢 基本上是一個compromise 就是大家互相去妥協的過程 你講講中華民國憲法的過程 制憲的過程 或者一路講一點 這個真是嚴重 多少要講多少 中國那個制憲 要知道1905年 有君主立憲子說 這個制憲最早是1898年 無需變法的時候 就停起來 因為日本 日本明治維新的關鍵就是制憲 日本很有意思的 你看到日本明治維新 原來天王那個位置那些 是真是憲法創造出來的 他不是原來有天王 但是不是這樣的權力 所以明治維新將日本變成君主立憲制 這個是中國很多知識分子很羨慕的 當時梁啟超講得最多 康有為梁啟超 康有為是保安黨 康有為後來就算是革命之後 他還是主張君主立憲的 因為君主立憲 英國他們看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君主立憲就使國家有一個一統性的 這次英國女皇死了 很多美國人都敢嘆 早知我們當時君主立憲 是 因為君主立憲的國家元首是君主 那些首相下邊的人 你選舉的那些人 選舉的那些人就只是去執行而已 那出去又跟人見面 吃飯 全部要君主國家元首來承擔的 那很多國家都是實行這樣的 就是略議員元首制度 總理是總理 總統是總統 德國那些 總統是總統 就是要吃飯 那些人 總理是總理 那君主立憲制也是這樣的意思 美國就沒有 總統又是國家元首 又是行政元首 就是頭都大人 像特朗普這樣 如果上邊一個女皇跟他頂著呢 他打架都很大很多 我看特朗普真的忙到 你沒辦法想像 那些我看到他們說話 那種急話 說話那種快話 爭取每一秒 我看整個美國行政部門都是 所以拜登根本就頂不住了 他有一種 你如果出去和總統吵架 特別是公開場合 記者都和你吵架 人家說國章不國 就好像沒有了國體 總統 但是不是這樣 你又不吵架又不行的 所以美國人有時候會 特朗普的事情出了 後來英國女皇死的時候 很多人都評論了 我們美國人可能真的還是 那這是個說法 美國人當然是沒有君主 但是當初美國人有說要推華盛頓做國王 中國那時候就1905年本來已經準備立憲了 搞不住了 國家複雜國家 它是虐主 它如果是君主立憲的時候 虐主日本都是虐主 但是下面有強將 可以說 是 結束了德川無虎 它有一個 它為什麼有一套呢 就可以做到 中國那時候呢 哎呀 皇帝有約 什麼都約 慈禧太后最後幾年了 當時已經不行了 那下面那些滿族的貴族呢 公親王 純親王已經死了 公親王 總之當時就已經很難搞了 那原來主張立憲的那些人有被留 就是康有為的被留 放了 出了旁邊 打了 所以到後來 清朝到後來 真的很弱 那時候 辛亥革命1911年了 那個革命有點像什麼呢 就 就是好像全部棟樓都要倒閉了 你這個人給一拳 倒閉了一塊磚 整棟樓就倒閉了 就是辛亥革命就像這樣 武昌起義 新軍把黎元洪從床底拖出來 就是紙牌屋 等於是紙牌屋 是吧 一按 就是一棟樓要倒閉了 還沒倒閉了幾大棟樓 你踢它一腳就倒閉了 就差不多是這樣 小夏 我現在說 原來日本那個 我那個時候 我們很多親戚 很多都去日本讀法律 我就不太明白日本的法律有什麼好讀 我估計他們都是對憲法有興趣的 很多以前的親戚 很多都去日本讀法律 我想一下 日本的法律 實際上現在不是在讀它的司法那方面 是在讀它的憲法 日本是50年代 美軍佔領日本的時候 Marcassar主持的那個改革 日本憲法差不多是很基本抄美國的 所以日本很多 當時你看一下 我記得是東京大審判的時候 中朝英姬他們的辯護律師就是哈佛畢業的日本人 很多人在美國讀書回去的 所以立法的時候 我詳情不太記得了 但是Marcassar主持的日本 但是日本那個黨派的制度 雖然美國在實踐中 他就不是這樣做 他變成黨隊有派 說中國這邊呢 他就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 宣中山有很多思想 先講他兩個思想 跟西方有關的 跟憲法有關的 一個是三民主義 現在的憲法 台灣人用的憲法前面說 宣中山的三民主義是民有民智民享 這個是林肯說的 但是宣中山的三民主義不是民有民智民享 去說的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民族民生民權 這個中間就有一個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民有民智民享 林肯說的那個 傳訪政府 國家是民有 政府是民智 社會是民享 川中山說的三民主義 第一個是民族 美國人沒有說民族這回事的 他們說民族是跟中國當時受到外族威脅有關係 民權是有西方思想的 民主選舉 民選政府 民生這個問題就是在西方傳統自由主義的 這個自由主義傳統不講民生的 因為民生是民間的事情 不關政府的事 這樣孫中山當時是受美國影響 受美國民主 另外一方面是受蘇聯影響多少 所以他認為當時要學蘇聯 所以他的三民主義中間是有社會主義因素的 我們當時在北大討論都很激烈的 他認為這個事情是三民主義 到底懂不懂用中國 是不是呢 當時我自己說回我的學術傳統 我是一個libertarian來的 在這裡比較 你解釋兩句吧 我們香港人 不是很懂得libertarian 你這樣說吧 我是英國傳統經驗主義 和自由主義的那個傳統下來的 什麼呢 政府管得越少越好 小政府 這裡有兩個概念 我挺想跟大家解釋的 這個很重要的概念 在中國反而很多人知道 我沒有建議 有一個概念 二十世紀的概念 總結以前 有什麼自由 有兩種自由不能夠混雅 一種叫做消極自由 一種叫做積極自由 英文就是negative freedom and positive freedom 這兩個概念 變成一個拉脫維亞的猶太人 叫做Isaic Berlin 總結出來的 後來他在倫敦 他在建橋還是倫敦經濟學院 我記得了 他在倫敦 他在英國教書 我那年 我2015年 我走去拉脫維亞 我自己一個人在雷格 我走了五天 其中有兩天 我專門是走這個Isaic Berlin 他去過那些地方 為什麼他這麼重要呢 因為他90年代才死的 他就是猶太人家裡是木材商人 他對政府 在拉脫維亞出來 俄羅斯帝國出來 對政府就心疼痛絕 嗯 他說的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 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個消極自由是天賦人權 消極自由 你就叫做 第一個叫做政府不能夠做什麼 第二個叫做人能夠做什麼 是吧 政府不能夠去壓迫人民 不能夠干預社會 這個是政府上枷鎖 人可以做什麼呢 天賦人權呢 你是有生命權 財產權 自由權 你沒有去干預人家的權利 人家每個人的保 你說你想去殺人 你不剝奪人家的生命權 是 消極自由是天賦人權 那字消極的negative 就有些中文譯得不太適合 我覺得要找個字再譯 但是已經通俗了 大家都這樣說了 所以這個消極自由 這個概念就是 不能夠做什麼 關鍵是政府不能夠做什麼 那這個是傳統自由主義 我是傳統自由主義 第一件事是政府不能夠做什麼 這就是關鍵 政府可以做什麼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如果不能夠定了政府不可以做什麼 你政府不可以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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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說 positive freedom就可以做什麼 他的理論就是 我是認同的 就說 第一件事情 人類社會要搞清楚 就是政府不能夠做什麼 所以呢 法律好 憲法好 所有的什麼 就要限定政府不准做這些事情 是 嗯 就是政府沒有說過 政府對人民呢 政府也要對人民做 政府沒有說過不得做的事情 人民全部可以做 政府說不准殺人 不准偷東西 那些人不准 所以libertarian的人會說 政府沒有說你不准吸毒的 要立法不准吸毒 沒有道理的不准 就是我自己身體自己負責 所以libertarian有很多這樣的 我不一定說同意這個吸毒 因為吸毒有時候會傷害他人 傷害自己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基本的概念 就是說 能夠做什麼 是人類社會的最重要的邊界 嗯 我差不多20年前 25年前 他們叫我參加 那個libertarian美國 那個很大的集約 叫我參加 我做生意 我不搞這些事情 我真的沒有心機 不是 不過是通的 我有時候有個partner 我養象拔棚的嘛 我在西亞特養象拔棚有很多的 很大的生意的 那我的partner就是libertarian來的 他一定在這裡勸我 勸我加入他們那個 他們很大的 很大的組織 有些很厲害的人 很有權勢的人 libertarian是美國人口的百分之二 他的總部就在我這裡走過去七八條街 在Alexandria的 那他2016年我曾經就去他們 我去cover他們的大會 我還寫了幾個文章 等一下我推回我的文章上去 我推過一篇文章上去 上去patreon的 就是講我的大會 我是採訪了誰 當時他們有些人競選總統 我採訪了當時那個McCathie 那個達獨軟件大和 後來西班牙監獄自己自殺死了那個 很長的故事的 很有意思的 講回憲法那裡 上來之後 就是中環 辛亥革命之後 上來之後幾屆政府 其實就一直最開始要立憲了 立憲其實第一次應該是 1914年 袁世凱那時候 劃越實行的 袁世凱皇帝什麼都沒什麼說 就是中華民國憲法 有一個憲法立入 我有時覺得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越早的憲法 其實就寫得越好的 越到後來的憲法寫得越來 有些問題 我自己認為 沒有辦法的藍本來的 為什麼呢 越到後來 就是 在人民參與得少的時候 大家就 最重要 特別是有些鬼族社會 英國他們這些 英國沒有憲法 英國有習慣 有些原則 就說大家著重力 不讓政府去干預我 所以 越到後來 就寫得越多條文 政府要做什麼 我覺得 就是 你問我 我老實說 中華民國憲法 當時我覺得 有些問題就是 寫得太多 政府要做什麼 就是 重視教育 國民收入 百分之幾多 去教育 百分之十五 去教育 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 工人要保障權利 小數民族 就是 我覺得 有時候這些 多了之後 你反而 變得國家管太多 嗯 嗯 真的 所以這個是我的 一個看法 後來到了差不多 就是 後來中國就亂了 亂七八糟 那三十年代初時 國民黨 那時候 就是 共產黨 就被趕去閃北 國民黨 就想立法 就是做憲法的 其實 日本人打了進來 那就是 當時呢 蔣介石的想法就是 叫做 軍政、奮政、憲政、三步行 一步軍政 他就叫 怎麼讀那個字 北京普通話 就是 講的 堪亂 還是看亂 還是怎樣 應該是亨亂 哦 要問回香港 這些字 看我是懂得 普通話 就是對不起 那個時候 他做了一個特別的條例 這個中間就有 沼匪啊 什麼東西 就不能夠 就變成取代了 就等於 是 suspend了很多 憲法的公民權利了 暫停了很多 到時候抗日戰爭 一打下來 這些全部戰爭時期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 在世界上的戰爭 大規模戰爭 所有戰爭 在所有國家 都是侵犯民權的 當然了 破壞了 沒有辦法 你為了要打 你什麼權都沒有了 變成一個武器 一個人就變成一個武器 戰爭的第一個受害者 就是民權 就說完了 但是總的來講 我覺得中國當時的憲法 孫中山的憲法的想法 的設計 怎麼說呢 當然比中國以前要好 王權的時候好到不知道哪裡 但是對我自己看 我有些批評就是 孫中山提出過五元 西方三權分立 它要五權分立 它這五權分立 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之外 它加了兩度 一度是參考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 科舉考試院 另外呢 參照中國古代的御史制度 御史制度 徐末是監察 他做過監察院 有時候想想 以御史明朝的御史 被人打死多少 但是呢 政府要監督 那我自己認為呢 這種五元制度呢 其實有些多餘 整立司法 因為監察制度應該在司法系統裡頭 因為司法反正和行政獨立 監察系統應該在司法裡頭 監察系統應該在司法裡頭 這個考試的選擇呢 我怎麼說呢 我個人是小政府主義者 政府越小越好就搞了 所以我覺得 做一個單獨一個大規模選 去選拔這種行政人才這個做法呢 我不是這麼認同的 我認為呢 政府應該將 減得越少越好 用人越少越好 隨時可以炒得更好 這樣 但是你弄了一堆人 好像以前古代那些 舉人進士在那裡 是不是都要給個官去 那就變得政府越來越龐大 特別現在人命長的時候 所以我是對這個是有疑問的 現在台灣 這個絕對是大問題 你看看共產黨就不得了 那個勇總都來了 他們說 多少 八千萬個官員 八千多萬個官員 現在大陸在養八千多萬 正式可以有收入 五億人左右 五億人裡面的八千多萬人要供養 就是一個對五個 就是四個 一個對四點幾個 是啊 養公務員那些 就是越來越龐大的 所以我是覺得 這種考試院的辦法 將那些人 qualify 做什麼 其實是一種多餘 因為你現在有大學教育 有所有證書 專業考試 現在考試院 台灣考試院 我看都是管一些專業法 執照的法 那些其實應該是專業協會來發的 那另外呢 我覺得台灣憲法那裡 它前面有一些 不是前言 等於是 它有一些長 有些囉嗦 那前面就有個 應該說是qualify 就是說 政府要做什麼 要政府做什麼 要保障什麼 要保障什麼 它有些就將美國的這個 美國的憲法第十條修正案 寫了些下去 但是我覺得 有很多就 就是保障這個權利 那個權利 那種 我是覺得 那些少數民族工人 就是這個 就是下層階級那些 沒有必要寫 每個人應該就是平等權利 是公民 就是一個窮的公民 跟一個有錢 有權有勢的公民 在法律身份上 一定是一樣的 那就不用專門 把誰拔出來 好像現在美國 那樣黑命貴 那樣黑人白人 法律上地位都不同 很忌忌? 會不會當天 那個中國文化水平太低呢? 那些文字還沒開 它打算用憲法來多多一點 有些教育性質 對人民的教育性質呢? 如果說到教育性質 美國當時立憲的時候 就是你怎麼考慮 一個憲法就是立國資本 你說皇帝王權 是早上打仗打來 江山我打來的 但是你說在一個憲政國家 你的政府有什麼合法性呢? 憲法比的嘛 所以憲法就應該考慮的是千秋大計 永遠 這個就是一個 所以憲法就應該越是原則性越好 而不是越covered 就是包含一些合格面 越多越好 是的 我是覺得就是 美國當時的國父立法 那本辯論 我看到很多次的 中間的東西很有意思 大家想的都是 真的不要多餘 因為多餘了之後 你就多餘了解釋 到現在美國最高法院 一年都是接七八十個案子 就是法最基本 那麼很多解釋 就是如果寫得很多的時候 你下面那些人無法 你說你比如這麼說 這個憲法有寫說 就是工人的利益 勞工階級的利益 那你如果是勞工和老闆 打官司的勞工偷了東西 老闆會偷東西 那我打 那一路打去憲法 怎麼照顧呢? 所以這些憲法條文本身呢 就有法律上有這個 就是不合情不合理的地方了 嗯 那小學 那個中國的憲法 中華民國的憲法呢 打完仗之後 第二次日本人打輸了之後 那幾年有沒有實行到呢? 他是這樣的 1946年呢 就是毛澤東去了重慶談判之後 當時馬歇爾 美國這方面干預者去談判 應該是美國大使Hurley陪著毛澤東去 去了重慶談判 談完之後呢 就召開46年 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所以政治協商就是 就是推薪憲法 那麽就制憲了 應該國民黨是8個代表 共產黨7個代表 那麽樣的 還有些民主黨派的 那麽樣的 那麽所以做了這部憲法呢 這部是幾現代的憲法來的 4、7年實行 實行 但是4、7年 憲法剛開始實行 就是內戰又開始了 內戰又開始了 這個就是繼續執行那個 擁亂法 一直到台灣 台灣去到200事件也好 那麽樣出這麽多時候 所以就一直呢 我那時候 8、7年 8、7年的時候 台灣就宣布 將這個憲憲法 停止實行 實行 實行憲法 我剛剛到美國 我們都很興奮的 就是開放黨禁 報禁 所以我8年開始 在台灣報紙寫文章 那麽意思 就是開放黨禁 報禁 到91年之後 就直接就 全部民主選舉 是 是 台灣做得很好的 是 那它那個 用當日的憲法 和現在實行 實施 用了幾多 是否完全用了呢 原則上都是這樣的 原則上是用了的 但是台灣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時候 台灣的憲法 是中華民國的憲法 它說不代表整個 整個 整個 包括大陸地區 包括外蒙古 是 問題是你實在管理權貌 台灣的時候 大家看到有好笑的時候 萬年國代 就是 老人家 戳著尿糊盡 去開活 那些是選出來 還是委任的? 那幫老人家 但 它一九四幾年的時候 它選出來 是那些 你已經沒有一個地方 你叫它怎麼辦呢? 它不是代表 原本是不是選出來呢? 原本是選出來的 有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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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法性 也有合法性 萬年國代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而且台灣的議會是一院制 嗯 一院制 就是 美國是兩院 所以 我不是 我去專門 我九零年去台灣 我去三個禮拜的時候 我專門去了立法院 看了整一天 對立法 怎樣 回來 跟美國這邊 對比 台灣幾現代化 在這種發言 程序方面 真的是 你看看台灣現在管治得很好 嗯 相對來說 台灣人聽見 罵我 我們這麼多問題 就說我好 我不是相對 不是 很多問題的 一個民主政府 真的是不簡單的 可以這樣 還可以選了 選了人可以換人 你看這次呢 這次選了出來 就是說你民進黨 你雖然大權獨立 但是你一樣可以輸 這個已經是很了不起的 是 那時候真是 唉 有空 想回頭 有空找回 馬英九 那時候說請我吃飯 還欠了我一頓飯 真的 真的要他來他法學院出身 這個問題應該問他 你去找他 是嗎 我和他 我和他 我打算 我為什麼要申請去台灣呢 我就是想 當面和他開片 我找一下 他做了總統之後 沒有聯繫過 以前做市長 台北市長的時候 剛剛我去到那晚 要見面那晚 他老爸病危 第二天死了 所以那次我沒有看到他 後來就沒有問題了 到時候找回哈佛同學 都是同學會 那你再講遠一點 這套所謂憲法 都算是有個 算是走過了 走得通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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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這些全部是一樣的 全世界是通融的 至於香港呢 我覺得對香港挺有參考價值的 它是中文的 它的法律概念是怎樣的 香港也是一圓制 參考台灣的做法挺參考的 不容易的 台灣 我看它真的像無像樣 它真的做到出來 在中國人裏面做到這件事 真是難了 真是難了 那些中國人的性格 不關中國人的 每個人都是這樣 我和你數一下國家出了這些問題 你說 緬甸做了這麼久 那天我緬甸朋友吃午飯 才是說起來 你說 昂山素姬做了這麼久 做到現在真的 搞了這麼七彩 還要軍政府上回去 日本 日本明智維新做得很好 經濟這麼發達 最後整場第二次大戰出來 想想一片昭土 每個國家都經歷過很多這種事情 英國就是1640年 革命後來將國王斬頭 經過20年 克林威爾 英國人想想想 那場內戰打得很慘的 英國人不打 我們慢慢走 它是打了一場仗之後 接受這個教訓 所以後來英國光榮孤立 見到法國在革命之後 做了七彩 英國人不是搞 我不進 歐洲 英國人當時的口號叫光榮孤立 就是跟歐洲聯盟一樣要搞 所有國家 你看歷史有時候 好像 譬如共產黨 蘇聯共產黨 做了這麼多年 歷史上看 經常都是這樣講講一句 我有時候很感慨的 歷史上 整一代兩代人被抹走了 德國 德國就是搞到七彩 法國一樣 搞到五個共和國才 現在殺人的地點 現在是第五共和國來的 它五部憲法 是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 基本上沒有第二個辦法 除了這個憲法 民主之外 根本就是長期來說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這個很簡單 這個Max Weber在19世紀講得很清楚了 就是說 你一個國家 你要怎麼組成一個國家 你幫你管還不是人嗎 еля人家他 一個不是來管閘和其他國家 我爸爸管 或者每個人 Masked in theian 我說你管閘 Quant 意思問題是計成制 根本就是計成制 一個 blend 我是力大 我是兵多 那你如果又不想這種君主制 又不想打到七彩 又不知道哪天再打 那你那時候人民要和平 達成一個社會契約 你怎樣做 唯一道路而已 你說這些幾感慨 這個很關鍵 很值得研究 那台灣那個總統是另外選的 是呀 他是行政黨 他跟美國有點相似 他是抄美國 即是有些孫中先生抄美國這一份 在我看來都是對的 中華民國憲法 因為美國憲法為什麼可以做總統制不是君主制 它行政部門分開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在美國憲法立憲的時候 那個總統沒有權的 那個總統是象徵性的權 那個行政部門很小 就是華盛頓一個秘書 是 即是Jefferson上有時候我看的那些回憶 白宮是一個人開門 他自己住在那裡 他老婆已經沒有了 他的侄女在那裡跟他打點一下 他的女兒、侄女打點一下 招待一下客人 有時候就試過晚黑有人說 白宮走去看總統敲門 總統帶著一個帥帽自己來開門 差不多好像看僱一樣 就是一個看僱的人 他當時的想法就是分權 總統是象徵性的 真正的行政權在各個州 各個州要怎麼做呢 各州人民自己決定 你的州總是 所以我們州 我們州叫Carmenwells的 我們州不叫州的 Carmenwells 各個地方分權大很多 美國州叫Carmenwells 馬斯特斯斯、巴西里尼亞、維吉尼亞 還有哪個州啊 我忘記了 那你用的做法就不一樣 Carmenwells要怎麼翻譯呢 因為我們香港就是有個 我們和英國之間有個英聯邦的 那個British Common World 那你這個美國這個Carmenwells 和那個分別在哪裡呢 州立體院的聯邦 院很大權的 Carmenwells的概念就是 更加分權 Carmenwells英文中 我看到中國人 共富社會 我猜過你 就是這個怎麼翻譯 我們英聯邦 我們當是英聯邦的翻譯 Carmenwells就是聯邦的概念 所以我們就明白英國那一套了 英國的代替 英國的代替 以前的大英國就是用Carmenwells來代替 是啊 所以Carmenwells在這個體制中間 每一個地方有很大的自治權 是 就是這個意思了 所以美國還有一個州 說馬斯特斯斯斯 還有一個州 忘記了哪個州 哪個州是Carmenwells 美國哪個州Carmenwells 是 明白明白明白 那你看將來如果香港那些 我不想暫時不說 他們自己搞定了 到時候不要說了 之後影響他們有什麼 但是大陸那邊 就是大陸那個協法根本就零了 等於完全沒有什麼人理的 完全沒有人遵守的 可不可以這麼說 這個是蘇聯的傳統 蘇聯就是第一部憲法 1936年制定的 西方的左派興奮到什麼 哇 那部憲法真是 裡面寫明了所有人民 怎麼當家作主 哇 這麼什麼 一隻字都不執行的 不關事的 你和中國的公安 他們拘捕你 你說你違憲 沒有用的 所以中國 中國修了很多 今天第七部憲法 應該是現在 1975年修憲的時候 暫時都一句說下去了 人民有言論結社 什麼什麼自由 這個自由不夠啊 西方為什麼沒有罷工自由 加上罷工自由 你罷一下公事 哎呀 真是諷刺 這件事 中國的憲法 只是中國法律 都是一個最大的諷刺 你跟它說 怎麼可能變成這樣 中國人怎麼可以虛偽到這樣呢 它不是變成從來都是這樣的 它寫了一些 怎麼說呢 中國王權制度這樣下來 是國民政府曾經試圖 引入西方這個制度 共產黨將很多傳統的專制因素 還加強了 就是專制加強版 壓在中國人身上 其實這個專制加強版 權力就很大了 但是整一下整一下民不聊生 專制永遠的結果都是民不聊生的 民不聊生 整一下整一下不行 要改革 改回來 一到改革的時候 人民呢 好像對北大的情況 人民立即起床 說你改革 好啊 我們先增多一些自由 整一下整一下不行 管不了 又要壓回頭 壓回頭又要民不聊生 所以這些是vicious cycle 真是 民不聊生之後 現在又想想要改革 不知道怎麼改 剛才我在飛機裡看到一段話 挺有意思的 兩個人差不多講了哲理的 他說結果重要還是真理重要 就是現在共產黨為了結果 犧牲了所有的真理 最後沒有結果 就變成 結果又還完了 兩個人都還完了 我這個人 所以我一生都說 經常都說 結果有時 因為結果有時只是任人打扮 所以我經常都說 這個反共也好 怎麼也好 真的不是造謠的通行證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 就是人們要求真還要 還是求結果還要 求結果呢 往往是會藍原不則的 就是中國人很多知識分子 參加共產黨 是求人民自由的結果之後 搞到人人都沒有自由 自己害死 害死自己也害死其他人 所以這些東西呢 我來到美國比較好的地方 就是這幾年搞到壞了 特別是拜登政府上來 我覺得美國 不過它實際上是聯邦政府而已 實際上整個美國都是 基本上是不是很大 還在這裏 這個我 有很多人美國 美國是 就是 它的基礎好 它基礎好 人民的信心 對自己 對不起 我這幾天喉嚨很沙 整天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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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美國 那台灣呢 現在台灣也很自由 台灣你又不是說什麼的 是啊 是啊 它給他們親共那幫人 在這裡自由出入 自由什麼 這個是很了不起的事 如果你說誰 在美國都不會去到這個程度 那幫親共那幫人 根本就離譜了 差不多 來勸那些人不要打 放下武器 就是馬英九 你一動就最後那場仗了 就是去到這個程度 那你算是這樣的了 這個言論自由真的沒得撐了 我覺得很多東西 我最怕的事情是什麼呢 有什麼題目不能討論 一開頭 有話不能說 有禁區的時候 禁區越來越大了 很多事情應該沒有禁區的 投不投降都應該不是 就是在大家可以討論的範圍之內 是不是呢 我相信絕大部分人又不願意投降 但是這邊的人要講明白 共產黨那時候做過 大家馬上回憶一下它做過什麼 你要想清楚這些事情 要提醒 所以 我不是這麼擔心台灣 因為我覺得台灣 so far 台灣人民 台灣政府都挺有智慧的 人民是清醒的 說到最後 是自己的財產來的嘛 明知就沒有了了 跟它一齊就沒有了財產 什麼都沒有了 自由財產就沒有了 很不容易的 夾縫中生存 整個 就是香港人以前都是 香港人現在在夾縫中生存 但是現在就沒有 夾縫夾都沒有了 為什麼 因為台灣有自己自治的獨立的政府 有民意代表 香港就沒有了 沒有了 它將這個 就是香港原來 一國兩制 真的有了制下的時候 有些沒有英國的 台灣有一個民主制度頂住 香港原來有一個法制制度頂住 法治 英國式的法治 共產黨進去 就想一想就打爛這個法治 所以現在你看到 57人審判案 你看到所有這些東西 就是香港的法治被打爛了這個結局 是 是 慘了 我們台灣人已經有一套民主做基礎 我們實際什麼基礎都沒有 現在變成了 那些自由和法治沒有了 給它這樣一個國安法一搞就沒有了 等於無 等於零 這個真是很令人押換了 不要緊 這個很現實的事情就是要我們去做的事情 好 多謝小夏 不是多少人懂 尤其是我們香港人 很少人研究台灣那個問題的 知道是好 了不起 但是就沒有什麼去研究 就是大家應該有空多些談一下這些問題 我不是專家來的 大家要看認真看我都要學習的 就是我今早見到Almer的題目 我就死了 我考試了 想回 幸好我唯一的好處就是 當初考過試的事情我差不多全部都記得了 哦 奧陽 剛才我說我就是 頭腦中差不多是 我記的東西差不多 有些人記的垃圾桶什麼都記得了 我就選擇性記的東西 有很多東西我經常都不記得的 我是永遠記不住 就是有什麼說你的人呢 記食不記打 就是很多有趣的東西 記得沒有趣的東西全部都忘記了 所以比較健康那些東西 好笑 好笑 各位觀眾今天講到這裡好嗎 明天你打算去那個資料館是不是 我資料館前面講的沒問題 我講半個小時才進去的 沒事的 這個很重要 可以這樣查資料 這個自由已經是很難得的了 不是 他要約的 因為他怕人多嘛 那就要約 很多香港當初的資料 我現在跟大家講 我看到 我還沒看到具體的 一堆最少有一個多小時的影片 是當初香港偷渡的那些人 我找出來 電影用不了那麼多 我原片放在Patreon上給大家看 是啊 放在Patreon上 大家看一下也好 可以的 是吧 你可以copy的 是吧 不是 我的財產來的 CIA的CIA 我的錢是去供的嘛 納稅人的錢供著他 他有幾十年解密的規定 解密我還不去 拿回來 拿回來就是copy 是吧 是啊 copy回來 我要拍攝影 我拍攝影 明天不去之後 再去 帶攝影 我一路選一路叫攝影在那裡 有很多工作做的 這個只是你知道了 我們真的不知道有這樣的事 可以有這麼好 這麼珍貴的真實的資料 寶藏了這個 黑房蹲了八個小時 全部在這裡 全部看片 複製片全部是暗黑的地方 所以明天 好 明天見 OK 明天見 OK 拜拜 拜拜 今天精神都很多了 你休息多一點 差很遠了 差很遠了 那個放鬆了很多 是啊 好啊 好啊 多謝 OK